我不是一刀不对就开始学做饭呢 我一开始学的是导弹转业 我原来在上海讲这个 一个大哥还问我 不对导钻还有转业的呢 当时我确实没学好 因为我当时本身学习能力就差 然后性质还马虎 我们有一次模拟对抗训练的时候 我把那个点都标错了 就本来应该飞向蓝放那个导弹 朝着洪放就打过去了 我们就是洪放 发射的时候我还在那纳闷呢 我说对方怎么一点防备都没有 命中之后我战友都梦了 从哪打到导弹 蓝放战友一梦了 对呀谁打的 后来我就去随时伴了 我第一次休假回家的时候 跟家里讲我去随时伴了 我弟听了特别兴奋 他成天看那个 我是特征病那种剧女剧 里面特征病什么都是隐藏身份的 都是仓库保管员 随时员什么的 他听完给我喇到一边说 哥 那其实呢 我说其实我不喜欢做饭 我弟弟对部队什么不太了解 他知道我正在随时员之后 特别扫兴 还问我随时员属于什么病重 我说什么病重 随时员用猜到的话 应该属于近战病重 这一季我讲了很多 关于部队的事 实际上部队的日常生活 都很紧张 枯燥 尤其是出海 一般都靠聊天 一两天还行 我跟我战友在一起待了把年 现在感情特别深 几乎不讲话了 聊干了 小时候他爸打他那个段子 我听他讲了十起遍 真的 他讲到第五遍的时候 晚上做梦 他爸都开始打我了 我之前做互联网教育的 互联网教育 你听听这俩倒霉行业 去年采访之前 都是问我说 昏老师 你是怎么辞掉这么好的工作 来说脱口秀的 到了今年采访到 说你是怎么预判到 这个教育行业 按照这个趋势再过两年 你说你是怎么预判到 这个脱口秀行业 他们还经常讽刺我们 说什么当潮水退去的时候 才知道谁在裸泳 有没有想过 本来人家没在裸泳 那泳裤不是被潮水带走了吗 但就今年脱秀这个行情 我感觉我的泳裤 已经开始松动了 我真的 我现在就是能快乐就快乐 因为我不知道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还能不能乐得出来 我现在看总理好笑乐 嘎了我也乐 我就觉得 我看得已经够难受 他演得一定比我还难受 我们之前拍广告也是 我们出去拍广告 程璐我俩 他演唐僧 我演猴 演了八个小时 我说程哥 要不然咱们还是好好说 脱口秀吧 程哥说你有没有想过 你就是因为好好演了 脱口秀才有机会演猴的 说完我心里更美 美猴玩了 多好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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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